好 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 说一说云首 云首这个动作也是非常有代表性 所以这个二十四式太极拳里面 每一个动作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这个动作都是精华 如果你愿意的话 细看 细琢磨 细研究 它里面的拳理拳法是一成不变的 它体现的方式 在这个技术要领上的体现的方式 要慢慢的去研究去体会 要知行合一 我们在理论上理解了 但是在实际行动上 有没有做到 有没有体现出来 有的时候还是有差距的 我发现我的一些学员 他在看书 看了大量的书 对于这个权理权法 也就是偷偷是道 滔滔不绝 他都明白 但是一路一到练权 练到权架上 行云行权上 他就不是 他就没有不是那么回事 他就还是犯一些比较常见的 或者基本的错误 所以我们在这个理解权理权法上 不能够脱离开技术要领 不能够脱离 这只能是纸上谈兵 如果要是我们只理解这个理论上的东西 就只能是理论谈兵 纸上谈兵 一定要把它落实到 你的每一动 每一个转折 每一个分解 不只是这个起程转合 不只是定势 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要遵循 权理权法 这一致性 好 现在 我时间可能会稍微拖延一点 大家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 可以看回放 好 现在我们从单边 讲一讲 匀手 我先把这个动作 先做一下 从单边开始 你的匀手 又是一个 这个衔接的动作 又是一个 转腰 坐腿 转腰的动作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坐腿的关键 是什么 一定要松腰 你看 后腿开始是蹬直的 这个 我说蹬直并不是绑直 咱们公布 后腿是要 是要蹬直 是要给力的 是要给力 所以要蹬住 但是 它并不是绑直 绑直的意思 就是僵了 这个就僵了 硬了 你看 这个绑直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现在从 蹬直了以后 要松 要松 屈膝 松 要往回 坐重心 要往回 移了 这个又变成 石的 驱石的转换 好 转扣脚 转腰 从 勾手 变成 掌 勾手 变掌 慢慢的 向左 勾手 收脚 转身 勾手 开步 勾手 收脚 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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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步 勾手 收脚 好的 我们现在就 这是三次了 我们现在向前转身 两手徐徐 落下 收左脚 勾手 哎呀 这个动作 也是 非常的 体现了 太极拳的 这种特点 首先 你看 勾手 它是多么形象的 用一个圆 来 来体现这个太极的这种 圆圆不断啊 滚滚呃这个 生生不息啊 还有这个行云流水啊 它是一个 无 无开始 无结 无结束 就是你 它是一直是在 是在运动当中的 这叫做 周 啊 周不复始啊 周而复始啊 它这是一种完全形象的 呃 啊这种用一个动作来形容了这个日月和这个一年四季的这种 变化啊这种变化也是从阴阳而来 白天啊日出啊到日落到月起 所以它是一种呃周而复始 它本身这个动作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这个动作 它起来以后就是没有开头没有结束啊 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把这个太极的理念就已经说清楚了啊 第二呢 它也怎么样有代表性 它我觉得是一种太极特有的动静一种表现 我们形容说太极这个行云流水啊 完了以后 这个像 像这个天上的云或者地上的水一样 连绵不断 它为什么能够感觉像行云流水连绵不断 是因为它太极有一个特有的这种动和静 太极拳的动 是 是静中 啊动中求静 静中求动 静中欲动 是这种又对立又统一的这种关系 它的这种静你看做在这个云手的时候 它是又在运动当中 但是在运动当中是在非常典型的这种静 求静 欲静的这种状态 它并不是说这种速度啊 啊我啊我要加速或者是我是一种力力量的改变速度的改变 它没有这种速度的改变 它是云均云连贯 啊缓慢 它这种缓慢就是我们太极的这种 共中求静 尽管我们是在运动当中的 但实际上我们我们要找的这种感觉 是一种静止的感觉 我们找到这种静止的感觉 但是我们在静的时候呢 又同时又孕育着动 又孕育着运动 你看孕育着向左从左向右 又从右向左 它完全是一种在这种平衡状态下 这种阴和阳静和动 静动之间的这么一种表现形式 那这就是太极拳的特点 太极拳尤其是阳式 当然其他的太极拳也是要动中求静 静游动 这个动和静 既是对立 它其实又是统一的 好 这两个太极拳的特点 我们在云手当中表现的非常的充分 还有太极拳论奖 以腰带臂 以腰领着走 你要看一下 虽然我们看起来 这个云手的动作 感觉就是在画圈嘛 就是在画圈嘛 你看这太极拳不就是这么简单 就在画圈嘛 实际上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它的圈是有来头的 是从我们这个丹田 是从我们这个中心 这个气和气血的这个之家 这丹田是我们练功人的最讲究的一个地方 它是从这个以丹田为中心 以腰带臂 要一领伸随 这个手的圈 是从腰起来的 不管是手心朝外也好 手心朝内也好 先体会这个 以腰带臂 如果我的腰不动了 你看我的手就要都停在这 我不能够手继续往前走 你看我的腰还在这 不能够手继续走 是腰带着手 是腰带着手 然后手 这个是丹田 让它一下沉 丹田一沉 你的胳膊就沉下来了 丹田一走 你看你的手就跟上来了 丹田的气一提 气的特点嘛 气的走的特点 就是升降开合 这个跟我们的中医的理论 是一致的啊 升降开合 我们 这个是丹田的气 也就是以升降开合 为集中 然后这种升降开合 传播到身体的四肢百合 百害 就是 筋和骨头 所以这个在练我们 所以这个在练我们云首的时候呢 特别明显的把这个要领给体现了 要以腰带壁 有这个腰就是丹田 这个位置 看 好 同时 当然我之前说过的 晨坚啊 坠肘啊 百会 上领啊 这些所有的 要领 还都是 要继续保留的 但是 同时 要特别的 感受一下 以腰 以腰带壁 所有的 这种 行云流水的动作 都是要从 腰和丹田的这个位置 作为引领 当然最终的 这还不是最终的 高级阶段 最终高级阶段 应该是 以意 领气 以气 运生 是这么一个过程 它是一步一步 向内 进阶的 这么一种 深入 和 修炼 现在我们讲的 只是说 你这个腰 带着壁 还是属于是在 这个 应该是中阶吧 应该是中阶 这个阶段 它不是说 完全是靠手 画圈 一定要有腰 变成一个 整体的动作 有腿 有腰 有壁 它是要整体的一个 行云 协调配合 上下相随 好 现在 我们把这个三个 员手 这个三个重要的 理论方面 给讲了一下 现在我们做一下 这个动作 从 从我们的单边开始 从我们单边 好 走 一定要松腰 每次一开始 做任何一个太极拳的动作 从一开始 就要进入这种练功的状态 就要进入这种 对气感的这种敏感度 好 后座 松腰 后座 虚实转换 好 扣脚 转腰 勾手 变掌 然后就开始 以腰代臂 以腰 看 转 然后收脚 收脚 收脚 再 转 转体 以腰代臂 转体 我们出现了新的步法 在这儿啊 出现了新的步法 叫做横当步 横当步 收脚 收脚的时候 两脚的宽度 是比肩的宽度要窄的 不是像我们开立步 就像启示一样 不是与肩同宽 是比肩要窄 然后侧开步 侧开步 要比肩宽 要比肩 这是一个新的步 步行步伐 如果我把手 现在放到腰间 大家可以先 大家好好看一下 在我们收脚的时候 步行 是两脚平行向前 大概多少距离呢 大概有你自己的一拳 大概一拳的宽度 所以脚不是 定拢的 你收脚的时候 脚不是并龙 也不是与肩同宽的 与肩同宽是我们最后开 我们开始的这个动作 现在我们要 基本上是减半吧 另外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 使用就是你的握拳 握拳 大概一拳 宽 你的两脚之间的距离 就合适 那么 移重心以后 向旁边 开立步 这个距离 一定要比肩 比肩要宽一点 至于宽多少 人跟人不一样 大家的这种 基本功也不一样 柔韧性也不一样 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掌握 只要比你自己的肩宽 就可以 不能够太窄 因为这个是 毕竟是开立步 那么 在一系列的 向旁边 脉步 向侧脉步 的时候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太极拳的脉步 要点起 点落 脉步如猫形 不能够 这样子 就是左右摇晃 你看这样左右摇晃 这样子 然后在 收脚的时候 又 上身左右摇晃 而且脚呢 感觉像很吃力一样 好像从这个 泥地里边 又拔这个脚 再起来 好像感觉很吃力一样 这个就是常见的 我们初学者的时候 常见的一些错误 那么 要在这个错误当中 去改变 去提高 那一个是 要 有一个好的老师 告诉你 那什么地方 就是技术层面上 你需要怎么 去改进 另外呢 一个方面 就是要自己 去练 就是再好的老师 一个大的钢琴家 我的教授 或者是全世界 最棒的钢琴师 或者是小提琴家 或者是 绘画的大师 你有再好的老师 你自己不练 就是老师 再想 再想改你的动作 你自己不练 他没有落实到自己的体会上 也是不行的 是 所以这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 一个是要有个好的老师 一个是要 自己经常练习 反复的 去练习和提高 琢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脉步 我再给大家 形容一下 怎么样才能做到脉步如猫形 点起点落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我不用手 就刚才说了很多 关于手的话 现在就是看这个 看脚 你的手可以插在腰间 或者是放在后面 或者就是这么 悬 空着 在两侧都可以 好 重心 首先 要在这个 在这个脉步之前 我们的意念里面 你的腿呢 就感觉像 一个 就是 一个U型的 一个U型的饰管一样 这个饰管里面就是水 大家如果要是有 这个 这个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这个U型的饰管 里面是装满了水 这个时候水是平行的 你的身体的重心是两腿之间是平平等的 百分之五十五十一半一半的 那么我们要把重心慢慢的移到 移到比如说我们上左脉步 我们要移到右脚 那么这个水水位呢就会有发生变化 这边的水位就要低 这边的水位就要高 所以这个脉步呢 它并不是你要提脚 大家好好想一下 我这个 我分析的这个 这种流动性的 这种运用啊 它不是一个提脚脉步 然后我们的肌肉的 这种控制力 不要做一个肌肉的控制力 它是一种 这种流动性的能量的转换啊 这种 从 我们把重心看作一种能量 它其实也是一种能量 就像一种 地球的吸引力嘛 重心说到底是一种地球的吸引力 所以呢 它也是一种能量的体现 是感觉你的这个水位 一边升低 一边自然的就升高了 对吗 所以在你移重心的时候 其实就像这个水位的转换一样 哎 它这边一往下 还一升入 那边自然的就起来了 哎 这个右脚自然的就开始从脚跟慢慢慢慢的向脚掌去脚尖就起来了 这个的时候它已经变成虚的了 嗯嗯 这是实 这是虚 然后 哎 慢慢的就 像 我们向这个侧的方向去脉 脉步的时候 你的前脚内侧 脚掌啊 就是脚跟脚脚心脚掌 前脚掌的内侧 先让它先着地 这个位置是最适合最符合这个生理的运动运动原理的 好 大家再试一下啊 轻起 然后前脚内侧先着地 哎 轻落 这叫点落 然后移重心 从脚趾到脚掌到脚跟 这个过程是一个平行的过程啊 这个不能够往上 重心不要往上 一定要向那个大山 记得吗 我们这个山脉的底 山底啊 它是向 哎 平行 啊 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很多板块啊 地球的板块 这种板块的移动 我们是 我们是没有知觉的 这种大陆的这种板块的移动 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缓慢的啊 它是相对静止的 这么一种移动 我们就感觉 我们的这个重心的移动啊 像这个地球上的板块一样 你看 哎 移重心 又是点起 点落 从前脚掌内侧 重心慢慢的移过来 要动中求静 哎 感觉虽然是在动 但是 它还是静止 再点起 点落 好的 我就做这几次 慢慢的起身 好 现在是 刚才花了一点时间 把我们脚底下这个功夫 形容出来 要领先给大家说出来 最后 还有 手说了 脚说了 还有一个上下协调 在云手里面 是怎么来完成和怎么体现 尤其是什么时候 尤其是什么时候 脉步 脉步的时候 你手的这个圆 这个上面 这个椭圆 是在什么位置 这个又是一个技术层面 但是这个技术层面 体现的又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这个太极太极的这种理念啊 就是上下相随上下相随上协调上下协调 我把这个就是出脚的时间和手的位置 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基本上我们就技术层面就已经都cover了 就已经说的比较全面了 好 再从单边开始啊 我们再从单边开始 好 一 后坐 后移 重心 后移 转 扣脚 转腰 这个勾手 变长 然后转 这样一重心啊 一重心的特点 点起点落 这个时候 当我们的手在这个扇面 移到这个东点 我们就说所谓的终点 就是我们的髋关节 胯关节 到这个最优化的这个位置 不能够再转了 就是最大的 这个对 这个时候是你要收脚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你收脚的时候 然后 在移重心 啊 以腰带 臀 这个时候 中国移的重心地转换 我们要像 这个 我刚才形容的这个板块 大路的板块 好 现在我们转到另外一侧 这个腰胯带动我们的手臂 转到另外这一端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我们要出脚的时候 所以就是说 手和脚是在向相反的方向 同时在向相反的方向 好 移中心 好 我们的手到了 如果镜面示范的话 到你们的最右端 我的最左端 最右端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收脚的时候 收脚 好 再移中心 移中心 移中心 手 现在到达了你们的最左端 我的最右端 这个时候 是迈步的时候 好的 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 有一个叫什么呢 左顾右盼 太极拳的这个八法五步 除了前进后退 左顾右盼 在这又能够 完 很好的体现出来 我们左和右 又是协调的 他是 左 左 同时 跟右 是相呼应的 在转 中心转移 左右 脚 过程当中 这个虚实转换 过程当中 我们的手 就是在做一个 移中心 还有悬臂 在面前的时候 手掌是朝着面向 朝我们自己的 在我们转到 中端的时候 是要悬臂的 转到中端的时候 是要悬臂的 你看这个时候 手 是面向自己的 在 与我们的鼻尖 是相平 感觉你手的位置 好像 就跟你的眼眉啊 鼻和眼 是同一个位置 眼随着手 跟着手走 眼随着手走 但是 不是盯在手 虽然是眼随着眼走 但是你的眼睛 是向 无限远的地方 是向天边望去 你看着你的手 但是 好像是 进入一种 这种 与宇宙大自然相连接 它并不是说 盯着手看 不是这样 像我们看那个手机一样 不能这样 它是一种 好像似看非看 好像看着手 但实际上又不是在看着手 它是这么一种 眼睛的状态 眼神的状态 好 这是上手 下手呢 在我们跟随的时候 是与 我们的小腹 在小腹的这个位置 为什么 台积拳 是一种 自卫 我们要防身自卫 这个手要在前面 要保护我们的这个 应该说腹部 丹田 或者叫下胶 这个位置 中胶 上胶 所以是要保护我们的 五脏六腑 我们在这 在保护着我们 上手 是高不过没 我们这个全言 是这么说 高不过没 为什么 手要太高了 你看 这个整个这个肋骨啊 整个这个胸和肋 你看 就又被 就有个很大的空间 是被容易被袭击的空间 如果这个手太高了 所以我们台积呢 上手不高过没 你随时可以 你看那个肘啊 肘是下垂的 随时可以 以柔克纲 随时可以化掉 把这个肋就化掉了 它是一个保护自我 防身 自我保护的一种 技术要领 好 这个是上手不超过没 下手不过不低于腹 然后在我们 这个画云首的过程当中 你看一直是在旋转 哎逢动必旋 一动起来就是旋转的状态 一动起来就是旋转的状态 对吗 哎 手心朝内 然后慢慢的手心朝外 手心朝 手心朝下 下手的手心向上 然后向内 然后转 又向下 又向内 哎 它一直是在旋转的过程当中 也是对我们 手三阴 手三阳经的这种经络的刺激 它健身的效果 为什么我们说太极拳是一种完整的 它是一种全身的这种健身 它并不是针对某一个病 因为它身体里面的经络 它全都是在一直的系统的全面的完整的在锻炼 所以它不是说针对某一种病 它一直是在做这种上下协调和活血化瘀啊 这个输精通落的这种运动 那从 这个是从我们养生 回头于师兄会慢慢的细致的 那个特别专业的跟大家在分享 我呢就最后把咱们单边允手单边 现在基本上的动作要领 我都给大家捋了一遍 那现在可以大家跟着我 把这三个动作再做一遍 就算今天我们的课程的结束 有一个 好 我就看到有一个信息刚进来 现在大家可以如果有空间的话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没有空间的话 就是看着我做 然后在脑子里面想象的这些 就是在脑子里面过一遍 这些动作也可以 我们从这开始 从这个 揽却尾的公布推长开始 第一个单边 好 走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与手 一 一 二 三 四 云手迈步 一 一 中心 云手 收脚 再做一个 三 有的朋友把麦克风打开了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 把麦克风关上 谢谢 好 接单边 第二个单边 好 从云手 转回来 又做一个勾手 五 内部转体上步 三 有一个公布推长 我们叫推长 实际上这是一种 推案 是一个比较 像边一样 比较复杂 或者是 和二为一的 一种 尽力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的动作的教学内容